BMA甲組足球聯賽來到第九週比賽 也是2012年港甲第一場賽事 公民主場迎戰南華 大約一年前兩隊在銀牌決賽對碰 公民最終六後三球底下 逼和3比3射贏12碼蓬佩 一年之後想不到比數也是一樣 在寒冷當中沒有寒冷的晚上 公民對南華的場合當然在旺角長帝 氣氛相當次列 現在公民這場比賽也是 心理準備相當足夠 出來硬撼南華 如果在近派的節徵 的確南華比公民好很多 公慎安大令下近五場比賽 四勝一戶 而且也贏了幾隊強隊 例如飛馬和傑志 法圖斯先來的邊線全中 解釋一下就不是太清脆 最終羅真邦 我們放在後面比賽 剛剛成為了本地球員的 原家立籍球員 摩西斯起弱 省倒人出底線 當然兩邊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早幾天還是夾手夾腳 拿了一個省港杯回來 來到這一場聯賽 就要各為其主 最簡單 莫過於兩邊的高層 這邊的羅潔成 羅生 南華會這邊 公民那邊也有貝先生 講都沒講完 開球幾分鐘 公民就打開紀錄 其實大家應付死球 這場都一般 這個球就是第一個情況 保連流的頭槌 完全都沒有人看著他 當然其實今天南華的後抗 也有些調整 特別是早已的停賽 另外新來到的南韓球員 余智芬也獲得正常的機會 令到後防線四個位置 起碼都換了兩個 南華這場比賽 其實全華人的班底 出來應戰高盟 看回其實美柱下來 完全沒有人討論 白鶴其實後面 也是叫做補救式 走回頭 接著連番的手榴彈 你知是陳小奇 但頭柱的鵬 其實搭得不太好 我們看到這些手榴彈 放進來中間 也不是有哪一刻 是頭柱的 是叫做認真的線道 好像這下 雖然在門前 都是引來一輪的恐慌 但都是漏出來的 也看到公民 其實應款高空波都一般 剛才喊你我前面 留頂 接著這下 也不是太清脆 最終是連番的起腳 廖庫然 救到 然後再自己小脫脫 回身接回 當然今天公民 其實後防當中 比較大的緊憂 就是 趕腳門將 謝德謙 因為腸衛問題 結果不能上陣 要用了 是連近20歲的門將 廖庫原把關 這也是公民 比上一場 唯一的一個調動 希望謝德謙 抱養 可以很快奉獻 接著 又看到陳小奇的手榴彈 有些勇勇 可以這樣的情況 這場埔也此起彼落 趙俊傑 現在是頂谷 這隊友再加一腳 這裏陳七也有些拿來腳 再來下來 左下位的位置 余智芬這位韓籍球員 值得留意 因為年紀輕輕 在這場比賽裏 為南華會上陣 穿起了過往中島法蘭爵 還有三毛波沙 直接奮貝可宏 也是站起來看這場比賽 旁邊也有一些助教團 左真奴 教練團成左真奴 諸國團等等 郭文強的硬正 在這些碰撞會看到 剛才剛才那一刻 也很狠 這邊也是 拆動反擊了 寶蓮奴和沈國暉的合作 很簡單 其實只是幾下互傳 已經能夠傳到底線 其實這裏已經發現到 在南華的左後防 出現一個比較大的空位和漏洞 只可惜最早的傳蹤 是沒辦法起到腳 這個好講的 其實就是左路的球員 這場上陣的余智芬 甚至前面的郭劍幫 如何去統籌 回防上面 整體其實可以有很多的互補 既然見到這邊 李開強 跌出來也有些運氣 仍然堵塞到 就是歐聰 二聰就沒辦法保持球 反而公民這邊 有個反擊打出來 連回的撞場 做得不錯的 看見公民 其實這場比賽 最前的前鋒 不是現在拿球的保連盧 反而就是 中村誘人 近來腳封很順 球員 下到右邊的底線 出來中間 黃金的機會 過三印 還有羅邦 羅針邦 按不正 其實看一下 他的機會很好 前面都無遮無掩 被他右腳射 但可能他踏了 後面中村誘人 也想不到會有此一漏 匆忙之間的起腳 也都把球炒高了 一個很浪費的情況 羅振邦這場賽事 都是賭歌雙向 適逸 他都打過藍花 但其實公民在上滿場的進攻 都集中在右手邊 沈國輝 保連盧那邊 亦針對著 吳智芬的弱點 或者這邊 這一下的混亂 亦都看到 類似公民應付公波 都不是好的 其實沈國昏 就被郭劍幫 壓住來頂 最終可惜 一輪的混亂之後 照進結解都圍 比賽第一個 戲劇點就出來了 這邊 看到球證的黃志騰 就是剛才的黃志薰 余智芬 有一點點 擀掉了保連盧 那個情況 嚴重性都不是很厲害 但是他給了一個黃擺 就是 余智芬 另外 剛才頂頭錘那邊 的而且 他也有一點讚過 有幫忙 跳上來很快 這一下的直線也很漂亮 比賽就是 強哥 李凱強 但是 廖富源 繼續他的精彩演出 他90年出生 現在已經是21歲的龍門 這屆 在聯賽都是第一次披甲 他出來封的那一刻 也很激勁 這裏是余智芬 藍馬三位新外援 只有他 拆去上陣 拿出來 仍然繼續拖著 這邊 局彥邦最終傳到馬力美柱 這邊 艾利奧和歐陽耀衝的鬥法 最終艾利奧贏 跟著這一下 球證當時完全沒有吹奮 其實這個動作 直接可以給牌 球證 只是比較介額球藍馬 對 所以其實有很多爭論性 在球證王志騰的身上出現 出現 看到李凱強這裏 也是壓到到近底線的地方 所以這球 看來廖富源 擋不到也會出底線 但是他出來的勢 其實擋這個球 也不是出奇的事 不想看到這裏 錦寶失去了孔球權 剛才也提過 藍馬會這場比賽 就派了全華者的球員 也可以說加上余智芬 因為韓者的球員 這樣來上陣 沒有了一些 所謂外籍 歐美籍的元素 看回這一下 射門來自李凱強 公民一直都是 特別是領先左 一直都是 穩守特招 硬正的做法 面對藍馬 記住這一下被法徒斯壓過 傳到你中間 又看到羅振邦 這一下可以左腳處理 但是硬的球不承認 又浪費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其實也再一次反映到 在左後防位置方面 已經出現了比較明顯的漏洞 很多時候有些球員 看到余智芬經常失位 導致其他隊友去到 包回他的位置 但仍然被法徒斯推進到 但羅振邦再一次 增加了這個機會 羅振邦更加的焦點 因為這個球 其實有很多時間 給他準備 接著 曼鏡的同時 出現了 兩黃一紅的情況 說的是 這次 為南華上陣 很年輕的韓籍組合衛 而至分 兩黃變紅被捉來搶 大家看回 曼鏡就會知道 發生什麼事 這個王派與人無由 所以他有少許 被寶蓮握出去 然後保持球 回到這裏 拉扇 拉扇還沒最大問題 還踢了球 就沒得夠了 第一 在經濟水平方面 宜智芬還要提升 因為一個新 還有其他 南韓都不是一個職業球員 的年輕人 接著沒辦法了 接不然特別 最後那一刻 踢走更加激怒球性 打少一個的情況下 最慘的南華也沒有即時 堵塞左閘的扭動 接著其實 禁區裡面很多 無手無腳 這些碰撞 這下球整完全是 視若無睹的 當時是李智浩 也有些動作 看看阿領 手撞了過來 李智浩後面 手是有動作 好 這球也沒有任何的事 又沒有吹插水 又沒有吹佛十二碼 中村有人這一下 跌到地下 其實十二碼可能 是更加合理的 一個判決 這隻手真的有動作 但這邊 可能要衝 一個探舌 類似乒乓球 前衝 弧圈的感覺 因為不是很香蕉型的彎 是純粹前面的 上船 這樣的情況 鳥虎也看著 飛過 沒有足夠時間 可以去撲救 一輪組織算是OK的 這個攔子 也沒有任何問題 當時金寶 和陳少奇爭 爭球 反而勾衝 腦筋轉得很快 看見沒有什麼認真 所謂香蕉型的彎 這邊有一個反擊的機會 中村有人 拿到球 給到左邊 看到中間 也給到中間 也給到中間 相當漂亮 當時 二鳳輝出來了 拐來拐去 最後這一腳 射得一般 再跌下來 還沒有解圍 好連路 給到這邊 中間 一鏟 二比零 中村有人 最後那個應該是中處 最近兩場比賽 加上入不四球 這個情況 也看到 當時是左後防的問題 譚樂軒當然 這一下漂亮 回身 非常勤定 歐揚要衝的山島 歐衝 當時這裏 首先這裏沒有產生混亂 兩個球員 跌壓去了那邊 當時 其實 吳偉超出來的位置 似乎是比較瀉的 結果 中村有人贏到二比零 對公民來說 其實一個很大的優勢 打多一個 兩球 至於死球方面 沒有了 早已 殺傷力也減低了 上半場 結果 在四分鐘之下 藍華 落後兩球 打少一個 一個很大的劣勢 公民 很有心理準備 應付這場的硬仗 整隊球 作風 或者踢法 很能夠貫徹 所以 令到藍華 陷於一個困局 再加上余智芬 被逐離場 令到他們 上半場 更加難踢